蘋果上一代的自製晶片M1 打趴了Intel 可是最近這一次新自製的M2晶片 卻傳出風評不如預期 到底自製晶片的市場 現在有多激烈的競爭 我們請洪文哥跟大家談談 好 我想這個M2 Ultra這個晶片 大家看就是說在跑分上 是輸給AMD跟Intel 不過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仔細看一下那個表 就是它事實上它是輸一點 沒有輸很多 輸一點點 我覺得我們在看很多這種 跑分的這種比較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有一些想法 我就分享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你這個跑分當然是 它重點是效能 它重點是在這個速度跟效能 但是問題就是說 大家知道就是說 速度這件事情當然很重要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它有沒有省電 我們在這個跑分的這個表裡面 沒有看到它有沒有省電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說 蘋果的M1跟M2的晶片 它都是用ARM去設計的 按摩這樣的一個基礎去設計的 當然大家知道 Intel跟AMD它基本上還是X86 所以這個差別就有了 就是說省不省電這件事情 ARM的晶片一定比較省電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評分之后 可能有時候還要看這個 我說另外的這些數據 省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M1跟M2 事實上剛剛威朗你也講到了 M1事實上在2020年推出的時候 它那個時候號稱叫做什麼 怪物級的晶片 那時候的那個晶片 那個比Intel的晶片 是效能 效率是贏很多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說 蘋果後來就很快的